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REN的世界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家用打印机的开箱视频 那这款家用打印机呢是HP惠普的 惠普的这个广告语呢 Keep it simple 保持简单 这个打印机的型号呢是DestJet2755 这是桌面喷漆机 它这个打印机的这个功能呢主要就是有扫描打印 还有复印的这个三个功能 然后呢它可以就是连接这个WiFi蓝牙 还有就是USB的接口 整个打印机这个大小呢不是特别大 然后抬起来呢也算还算可以吧 不算重也不算轻的一个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打印机 它的说的意思呢是这个这个纸呢最多一次放60张 购买的时候呢它会赠送你两个这个 它会赠送你两个这个墨盒 现在看那些墨盒出来了 它这是我把它打开 它是以为我要换墨盒 整个这个打印机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70多块钱海浸费 70多刀左右整个打印机的这个外形上来看呢是 还是比较 比较 耐看吧应该说啊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看的 说它有时尚感呢它就其实也没有 它就是一款正常的这种家用打印机摆在家里面不会觉得丑 下面呢就是我来试一下它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 看看它连接起来是否比较方便 它setup起来怎么样 按照它这个上面的说法呢 它是支持USB Wifi Bluetooth 还有这个Apple AirPrint 这个看上去的话理论上我应该用我的电话呢 就能连接到这个打印机上 一会儿呢我分别用电脑跟这个电话呢都试一下 那它在这个包装上呢包括说明书上就印有了它怎么设置的正常的过程 下载一个叫HPSmart的一个App 装一下试试啊 整个设置的过程呢 耗费了我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应该说非常的长了 电话呢这个APP呢直接设置呢 发现呢我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去直接把它完成 但是用电脑呢是能够把它整个这个第一次设置完成 然后呢当你再用电话去打印的时候 去搜索这个打印机的时候呢就快了很多 只是说第一次设置的时候最好还是用电脑吧 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虽然步骤不多 但是反应很慢 就是说你每一步都可能会卡在等待的时间呢会比较长 让你误以为呢可能是它就是不工作了 其实呢它是在不断的在设置 整个时间就比较长 那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呢打印这个文件 我把这个字体呢调成了这种大的 然后花字 正好呢看看能看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打印的效果怎么样 毕竟打印机主要的呢还是打印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打印一下看一下 选择这个打印机 选择这个打印 在这个等待大概有三四分钟以后呢 我本来已经放弃了 但没想到呢它它逐渐的自己又打出来了 这念到这个第一次打印呢 时间慢一点了我也能理解吧 那我再试一次啊 看看第二次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然后再多复制几个 整个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主要是想拍一下它这个打印的过程 希望这次能快点啊 哎果然啊第二次启动就很快 嗯速度还可以啊 哎呦 后续直接穿出来的哈 这是嫌怕我嫌它不够快啊 然后后续直接给我穿出来 从这个打印的效果呢 我觉得还可以啊可以接受 至于这个70多块钱的打印机呢 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苛求了 它既然呢有扫描啊 又有打印的功能 然后打印效果还可以 我觉得就满足了整个这个家用的需求 只是在这个设置的过程中呢 会比较复杂一点 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呢给予它足够的这个等待的时间 其次呢它的这个扫描功能 包括复印功能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电话呀 包括电子文件的传输呢 对于这个扫描和复印呢 用的需求呢 其实非常的小 主要呢功能还是以打印为主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就不测试了 因为用手机这个APP扫描 任何一个文件都非常快的 没有必要非得用打印机 但是呢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因为以前我记得经常在学校扫描证件呢 或者在公司扫描证件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扫描仪也是很方便的 抛开这个第一次设置的这个问题不说呢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可以 76块钱也不能追求太高 也不能要求太高 在家呢也没有那么多需要打印的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两款墨盒呢 我觉得我也能用一段时间 所以从来讲性价比还可以 可以看到在电话端呢 你可以打印在云端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在这个Google Drive Drawbox这些云端的一些文件 也会非常的方便 希望呢这个惠普在以后这个软件上呢 还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因为呢整个这个速度呢 反应时间呢还是稍微慢一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这条视频呢对你来说所帮助 好